林志穎車禍一室 新聞鋪填蓋地 從她跟兒子的傷勢到山頰盤點 還有事發原因 其當下救命恩人各種延伸議題 不僅新聞報導 不少網友也是討論激烈 對此林志穎家人重申 太浪費社會資源了 從發出聲明簡單說明後 就不願再多做回應 但林媽媽表示很感謝 在千軍一髮之際 救出她兒子的那幾位建議有為人士 交代家人和林志穎經紀人 一定要親自致謝 表達感激 而其中一位為三立錢攝影 吳明正對此她玩具表示 不用啦一起幫她集氣 願她平安就好 但她也為此遭到酸民旨意搶工 覺得無奈 在私人臉書上澄清 也沒有要搶工也沒那麼偉大 很多人一起幫忙救人 難道要比誰的手指 第一個碰到林志穎嗎 根本沒必要 經紀人也到了工地尋人 幾位工人也說不用謝 但表示被五隻網友誤會 也是相當委屈 不過林志穎車禍後 倒地滿戀邪中 尚意掀開 一劫兒子傑森的畫面 也因此在網路上瘋傳 由律師指出違反個資法 可看林志穎是否要提告 但對此林志穎家人表示 都是救命恩人不會生氣 認為這就是現代人的習慣